我们继续这个《创世纪》的宣讲 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了人之后 就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使他们修理和看守 照料神的原子 对吗 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个的使命 也当然是人被创造出来后 领受的第一个的使命 但是呢 我们上一次有说到 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意义 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的目标 是神已经为我们定下了 可是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 毫无选择可言的一个情况下来生活的 因为神也给我们自由做选择的一个的权利 我们看刚才我们在《起应经文》那里 有读到的一段的经文 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 那这里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 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各位在这个原子里面 神把所有的看到吗 神把所有的树上的果子给人吃 那除了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是什么树 就是我们很熟悉 我们说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这个的果子 神说什么样 神说什么 他说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很具体的一个的命令 对吗 吃了就死 很具体的 那神禁止人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也把吃这个果子的 会带来的 面临的一个的结果 很清楚的跟人说了 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很多基督徒 对这棵分别善恶树的 这棵树 有很多的疑问 那所以现在 先帮大家解开一些的疑问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其实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它不像我们说 白雪公子吃了那个苹果 就运到 这个果子没有这种的功效 其实按本质来讲 这棵分别善恶树 只是一棵普通的树 和其他的树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按意义来讲 在这棵树上 有神的一个的命令 禁止人 不可以吃这棵树 借着这个的命令 神要考验 祂所创造的人 那人要怎么样 人就可以透过 这个吃或者不吃 这个树上的果子的一个的举动 最重要是这个的举动 来向神交代自己的行为 是什么 而分别善恶树 我们在新一本 也翻译成 知善恶树 所以是吃了 你知道善恶恶 所以人不是因为 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就可以去分别 原来这个是善 这个是生 这个是恶 不然我们有个觉得 其实人一才子被创造出来 像是傻子 不懂什么是傻 其实人被创造出来 就已经懂善 也已经懂恶 只是人需要透过 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的举动 你愿意顺服神 你吃的话 那么你就知道 原来 你现在的这个举动 叫做恶 你不只知道 你也体会到 你自己亲身体会到 这个叫恶 如果人选择顺服神 神说不吃就不吃的话 那么他就是 透过他这个不吃的 这个举动去体验到 原来这就是善 所以更重要的是 人虽然在被创造的时候 已经知道善和恶 但人要体验到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如果你顺服神不吃 你就已经在这个善里面 那反面就是恶 如果你不顺服神 你吃 你就会体验到 这个是一个恶的表现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 人被造出来不是一个傻子 人已经会分别 只是人要经历 你知道 你顺服神 那你就经历到 这是一个的善恶 所以 这棵分别善恶树 你可以讲 是神给人的一种的考验 看是否这个人 对神 对神的话 是忠诚的 你也可以说 这一棵树 是为了帮助人去认识 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但是呢 有始至终 我们要知道的是 神只给人一个的选择 那就是 神要人选择善 神要人选择善 只是呢 人却做了一个恶的选择 神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 将一切的果子 都赐给人做食物了 神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这样 随意吃 这个是一个自由来的 对吗 你可以随意吃 这就表示 神把选择的权利 给了人 只是人 也不要忘记 人领受了一个的命令 就是 你不可吃 有一个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 吃了 必定死 所以在这个的 这件的事情上 我们知道 其实神 有始至终 要给人一个善的选择 要人选择善 因为 神要保护人 脱离死亡 神要让人远离死亡 所以他把很明确的指令 告诉了人 但是呢 人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深深地把神的话 放在心里面去思考 第一个 怀疑的就是 神 你是否爱我 也没有去思考 神 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神 你为什么要限制我 当人有这个 能产生出这种心态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怀疑 这个怀疑 就使人慢慢步入一个的陷阱 那就好像今天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 不要吃那么多的快餐 不然吃太多 垃圾食物 你身体会有很多的毛病出现 你是为了他好 你禁止他这件事 但是从他的角度 他怎么想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所以你才不要让我去吃 人就像一个的孩子一样 只会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神给他的 只会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见自己被限制的 只会在意说 为什么我不可以吃 但是孩子并不会再说 我吃了我的后果是怎么样 其实各位 这就是人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就是偏偏喜欢去做神 不要人去做的事 人对神的怀疑就是这样 而这个怀疑的意念 在我们的心里面存在 有一天 撒旦来触动一下 来trigger一下 这个怀疑的意念就成形了 怀胎了 然后人就完全接受自己的猜疑 原来神真的是不爱我 原来神真的是不好 人就从这种的疑惑 慢慢进到一个的谎言里 当进到谎言里面的时候 人就犯罪 结果犯罪了后 你看到神说 吃的日子必定死 死亡就开始进到人的历史里面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自由 可以去做选择 神已经把一个自由的权利 给了我们 但是在这个自由之上 一个更重要的是 这位给你自由的神 他也设下了一个保护的栏杆给你 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是要考验人的 对他的一个忠诚度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人是要借着顺服神 去避免一个死亡的结局 所以当亚当 夏娃在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决定的吗 他有没有查验哪一样 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呢 其实他们需要 在面对这个树的时候 用神的话来作为一个对比 究竟他要满足自己 来去选择这件事 来吃 或者是他们要听神的话 然后做出一个明智正确的 一个的决定 我们的生活常常会来到很多的分岔路口 我们常常要做很多的选择 我们在人生里面 其实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决定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的选择 当作是神给我们 生命中每一件的考验 在这些的考验里面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你会以什么作为 在这个 比如前面有两条路给你 你究竟会以什么作为 你决定哪一条路的 一个考虑的因素 你要怎么去考虑 你要选哪一条路呢 你是要对 你是要说要对自己交代吗 想要满足自己的计划吗 还是你愿意去查验 神里究竟你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所选择的是否是已经超出了 神已经为你界定保护的栏杆呢 你选择神没有要你做的事 在你跨越这个危险的栏杆之前 我们有没有警觉心 那个是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警觉心 神的话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在你要做选择的时候 或者在你要差不多要跨越这个危险的栏杆的时候 神的话勒住你一板 那我曾经也很多次 当我看到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对付对方 也是用一个不义的方式 你做出义我做食物这种方式 但是很多时候神也警戒提醒我 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时候神乐住了我 祂的话语乐住我 免得我也成为一个不义的人 那在神的公义之外 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不义 那我就是错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生命中 遇到一些事情情况的时候 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 现在你被触发了 比如说你要开始不义了的时候 你的心里有没有神的话的一个的栏杆 你在那里 停在那里 不继续地走下去 你继续地走下去 那么各位就好像神对亚当夏娃说的 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而且这个是神明明跟亚当说的 他说分别三二书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已经定下吃这个果子的一个后果 就是死 是不含糊的 是很明确的 就是死 所以神在这里 是在呼吁人 你要拣选生命 而不是拣选一个死亡的结果 换句话说 神是对亚当说什么 亚当啊 死亡的选择现在摆在你的面前 但是死亡本不该是属于你的 亚当你看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我已经给了你 更重要的是 还有那棵可以延藏你生命的生命树 你要吃那棵树的果子 如果你谨记我给你的吩咐 那么你就可以远离死亡 并且永远地活着 所以亚当我呼吁你 你要拣选生命 这是神给亚当的一个的呼吁 所以其实我刚刚所说 有始至终虽然神说有一百棵的树 放在圆中让人去试炼的时候 并不是说神 你可以选择二 你可以选择三 其实当神放那棵树在那里的时候 神只给人一个选择 二本不该属于你 死本不该属于你 你要拣选生命 但是人偏偏选择那死亡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其实一直在呼吁我们 要拣选生命的道路 当以色列人预备要从旷野 进到迦南地之前 神也借着摩西 来对这群的百姓呼吁 他呼吁说什么 我今日胡天换地向你作证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将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 并不是说你可以选祸 你可以选死 不是的 当时放这个考验在你面前的时候 神呼吁你 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专靠祂 因为祂是你的神明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祂 那在大约 摩西讲了这句话的二十年以后 以色列人的第二代领袖 约束亚 他在死之前 他也同样用一个的呼吁 来呼吁百姓做一个的选择 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各位每一次当神向人 发出一个的呼吁的时候 就是神已经将一个的选择 一个的考验 放在人的面前 我们要知道 人跟神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神是创造的主 人是受造的物 神的知识是没有穷尽的 人却是凡事有限的 自由拥有的神 本来就是一个圣洁完全的神 但是人被造的时候 却还没有达到一个圣洁和完全的状态 所以人要面对一个的考验 来显明自己对神的忠诚是怎样的 是否是善的 那介意使这个人达到一个完全圣洁的地步 但是我们往往会想 神如果你爱我 你又拣选了我 使我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又要让我面对考验呢 这是一个每一个的基督徒 在一生当中会问神无数次的问题 你既然是爱的话 你又使我成为基督徒 你又拣选我 但为什么你要使我面对考验 各位我不知道 那终极的答案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 我们就知道 属神的人是一定要经过考验的 在这些考验中 你是否会顺服神 拣选生命呢 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的决定是什么 什么是拣选生命 什么是拣选生命 各位拣选生命 就是选拣一条远离死亡的道路 拣选生命 就是选拣一条 会让你的生命更丰盛的道路 生命是死亡的相方 但是圣经中所说的死亡 不只是在讲一个人肉体 说这个气息离开身体了以后 肉体的一种的死亡 死亡其实也包括了人的灵魂 离开神的那种悲惨的光景 这是一种灵魂的死 远离生命的 远离生命主宰的一种的死 会让人痛苦绝望的死 所以当圣经谈到属神的人去世的时候 是用什么字 是说碎了 不是说死了 为什么是碎了 因为碎的人还会醒来 但死了的人就永远灭亡 所以各位 我们拣选生命吗 你的生命 耶稣说他来要给我们生命 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一个 神要你去拣选生命 而不是要我们去拣选死亡 所有的选择背后 都一定会有一个的后果 这个的后果不是生命 就是死亡 而在神给亚当的禁令里面 神其实没有隐藏 你吃了这个果子的结局 因为结局是清楚地说明的 你吃的日子必定是 所以各位你有想过吗 当人选择不顺服神 而吃这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他们是直接选择了死亡的结果 因为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人选择的时候 他其实是说 我选择要死 因为他已经知道结果了的 他不需要去猜想 他知道结果是死 所以当他吃的时候 他是选择死 所以人就是这样愚昧的 明明知道死 还往死里去的 人常常都是这样 就好像飞蛾 看到这个蜡烛的火 飞过去 扑向这个蜡烛 结果被火烧死 人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因为人常常被自己的外 被外在的表象欺骗 人没有看见死亡 其实就在眼前 所以他只看到那美的 在这个的真言说 智慧者说什么 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 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你要看这个的经文说什么 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的 远离恶事的 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为什么人会以为正 因为人以为是正 因为人看表象 觉得那是好的 最后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圣经也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就是神明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各位让我们不成为一个愚昧的人 什么叫愚昧的人 就是不认识神话语的人 神其实要人 谨守一个正确的路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刁难我们 是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 要我们得到永恒 要我们得到生命 也不只是生命 更是圣经所说的 丰盛的生命 但是愚昧人 是不懂得 采怨神的话语的 愚昧人自认为什么是正路 我定义什么是正路 但最后 却把自己引到一个死亡的道路 这个死亡的道路 有时候不是人可以 很明确体验到的 就好像当我们看到一个恶人 在世上做了很多的恶事 我们在圣经说 看到恶人必灭亡 神必审判恶人 但是我们每次看到恶人 好像他的一路上是风光明媚的 好像没有死亡这一回事的 好像越火越精彩的 恶人在他一生的道路上都是这样的 但是各位 属神的人要看到结局 就像大卫说的 他虽然看到恶人所行的许多事情 他心怀会不平的 但直到他进入耶和华的殿里 他查看恶人的结局 他的心就平衡起来了 因为他明白神说什么 恶人自终是灭亡的 所以各位 我们常常 我们反思 虽然我们信了基督 我们在属灵上已经不是恶人 但是我们的愚昧是没有看结局的 我们看表象的 我们看短暂的 我们看前面的 看前面的事情 以为美的 以为好的 我们就做决定 以致我们忽略了后面的那个结局 就好像亚当下外亚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他们怎么样 没有看到死 只看到这个果子 各位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虽然是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捆绑 死亡也不属于我们了 但是这个经文对我们也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常是按着自己的喜悦 去做决定 做选择的 虽然基督徒最终的结局 是不至于死亡的 对吗 不至于灭亡的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 不至于灭亡的 但是我们也会因为错误的选择 而让自己的灵魂 一直处在一种枯竭的状态 按意义上来说 这个灵魂枯竭的状态 是已经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上 外面可以活得好好的 但是面对神的时候 却是相当惭愧的 我没有什么可以使我荣耀的建筑 惭愧的 羞愧的 很常人会问 所以就会开始问了 特别是我也听过好多人问我 因为我们说我们要讲真道 讲圣经的话 就有人会讲 像那些不再传讲真道教会的人 在那边聚会的人 他在一个教会 不看重真道的教会聚会 这样他得救 我会告诉你 只要他真信基督 他一定得救 这样为什么还要呼吁人听真道呢 为什么还要呼吁人 听扎实的真道 为什么 就让他们在那些教会就好了 但是我们也所讲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很多人是为了让自己 在那里找到 满足自己的感受 的一种敬拜 或者为自己的一些的方便 和一些的计划 而吸收人听 扎实的真道的一个的机会 选择宁愿牺牲自己的 灵命的喂养和造就 却在那一个 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教会 虽然在那种教会聚会的信徒 也得救的 但问题是 他牺牲了自己灵命的一种状态 你不能得真道的喂养 各位这是神 要人选择的道路吗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最后虽然 他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样样都已经符合了自己的要求 但是代价是什么 灵里面的枯竭 却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没有拣选生命 也有人会说 只要他是真心 一个人是真心信主的话 他不去教会聚会 在家里献上崇拜也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献上崇拜得救吗 得救 来教会聚会也得救 这样为什么要叫人来教会聚会 反正他也得救在家里 我们看的是这个问题吗 当然他真心主他一定得救 他的灵魂也得以保全 但我们看的问题是 他长期的不去教会 他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 实践圣经的真道 在家里听了多少讲道都好 当你去哪里实践呢 你去跟一群不信的人实践吗 哪里可以 你一定要跟一群信的人 去实践真道 你也无法彼此的勉励 无法的交通 你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去找不信的人吗 他可以给你什么指引 他不能给你什么指引 你要去那里找这些鼓励 你唯独在教会里面 才能够得招 长期自己的生活 你没有得到监督 你受到试探跌倒的机率 也越来越大 这样的决定 固然好像是好的 很方便嘛 在家聚会 要听什么讲员都可以 反而给自己的灵魂 带来更大的亏损 因为没有拣选生命 这就是人的问题 没有拣选生命 各位其实我们都 有一个的问题 就是很难的察觉 自己里面真正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 反正我们比较容易察觉的是 我肉体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这是很实在的 我们对灵魂的需要 是多么的不敏感 你想想 你做每一个的决定 选择的时候 你有想到灵魂的需要吗 很少的 我自己都很少的 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很少都想到 我灵魂究竟有什么需要 而是我先看 我现在有什么需要 我们原来都是容易体贴肉体的人 那亚当和夏娃 就是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 你看夏娃是怎样体贴肉体的 你有圣经 你可以看三章六节 创世纪三章六节 这里说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各位 这一节经文罢了 是完全揭露我们一个人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看几个促使 她吃这个果子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经文里面 你看到了几段的词 你看到 这个的夏娃 她借那个树的果子 怎么样 首先 好做食物 什么是好做食物 就是肉体肚子的需要 什么是肉体肚子的需要 就是实际的需要 实际的需要 我肚子饿了 实际的需要就是吃嘛 是不是 如果我一天肚子饿了 我跟你讲 哇 你发很多经文给我 没有用的 我要实际的需要 我饿了 我要吃 所以好做食物 夏娃看到好做食物的时候 其实她开始关注的是 实际的需要 其实难道神没有给她 其他更好的食物吃吗 也很实际啊 为什么她被引诱 去认为 这棵树的果子 才是最好的呢 为什么这棵树的果子 才可以满足自己 实际的需要呢 怎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想一想 然后我们常常 也被一些 自己认为实际的需要欺骗 这是人最容易被欺骗的地方 被引诱 被诱导的地方 实际的需要吗 我们讲的是实际 其实你可以列出 有很多实际的需要 你可以列出你的家庭 有很多实际的需要 你可以列出你的孩子 有很多实际的需要 你也可以列出 你的经济上 有很多实际的需要 你的人生里面 有很多实际的需要 然后你就按照 这些实际的需要 去寻找能够填补 漏洞的方法 我们就是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 所谓实际的需要 背后是隐藏谎言的 实际的需要 有时候会让我们 越来越远离 那真正的需要 各位 什么是真正的需要 难道我肚子饿吃饭 不是真正的需要吗 难道不是吗 当你吃饭 你是怎么去获得你的饭呢 如果你在一个战争里面 你全家人都饿肚子 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 这个选择是很难的 我不会给你们答案 但是我要让大家思考 你会怎样去获得食物呢 你会用正当的手法 去获得很少的食物 来喂你的家人吃 还是今天有一个 老板告诉你 只要你去做一些 饿的事情 你就会获得更多的食物 喂饱你的家人和孩子 你会怎么选择呢 实际的需要摆在面前的时候 你的灵魂的需要在哪里呢 常常我们会忘记 虽然那些需要都很实际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在次序上 我没有说实际需要不重要 我说在次序上 灵魂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灵魂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除非你没有灵魂那不用讲 但如果你有灵魂的话 灵魂是最重要的 因为使人活的是灵 神使祂的灵吹进人 这个用尘土造的人以后 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 当一个人失去了灵 他不再是一个人 所以今天如果我谈实际的需要的话 那我把你的灵魂抽出来 所以更重要的是 你灵魂的需要是什么 那第二 看夏娃怎么样 第二个诱导他的因素是什么 他说越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 你看到吗 越人眼目是什么 我眼睛发亮 看来很美 很喜爱 很喜欢 我要 这是眼目情欲的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不只是极限在眼目罢了 因为他的本质的问题是什么 任何的感官 只要能够刺激你 能够挑起你的情欲的 包括你喜欢听谎言的耳朵 包括你喜欢闲言闲语的嘴巴 那些会对你的大脑带来刺激的事情 这些都是能够触碰到我们感受层面的事情 这些能够触碰到我们任何感官感受的事情 是我们的试探来的 越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我们很容易对这些的情感 我们是很敏感这些的情感 我们心里要 我们就要 我们觉得美 就要 我们听得很爽 就要 但是我们忘了自己 常常是被自己的感觉欺骗的那一个人 你的感觉常常欺骗你 在夏娃的眼中 这个果子的确看起来很美 他说越人眼目 美到一个程度怎么样 可以忽略神的话 哎呀 神的话 没有这么美 神的话那么的负面 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不理了 现在在我眼前最美的是 这个的果子 我们就是这样常常 被自己的感觉去引导 我们做这些的决定 选择我们认为最美的 却不选择神认为最美的 那第三 能使人有智慧 哇 哎 不好吗 圣经常常叫我们要追求智慧 能使人有智慧是什么意思 当然智慧是好的 但你获取智慧的方法是什么 这问题的本质是在于 一个人想要有自主的权利 人要的智慧并不是说 我能够小得去查验各种事 人要的智慧是说 我要比神更厉害的一种智慧 这一种是自主的权利 可以自己去判断和界定万事 自己判断和自己界定万事 就像神一样 这样的人想要自己掌控一切 而不想要依靠神 圣经说 精卫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智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各位有问你 如果亚当夏娃要获得智慧 他们要做什么 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对吗 圣经说是敬畏耶和华 是敬畏耶和华 这个次序是更重要的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选择以不敬畏耶和华的方式 想要获得智慧 结果却获得的是满满的羞愧 他们吃了以后就躲在树林里面 不敢再面对他们的事 他们是以不敬畏的方式 去获得智慧的 各位我们看了夏娃沦陷的问题 我们就反思自己 我们究竟在做决定之前 你会以什么作为 你考量和这个的标准呢 你所谓实际的需要 是你真实的需要吗 是受到自己感觉的诱导 还是你是被神的话语引导呢 你是一种想要自己掌控的一种态度 或者你是说我要认定 我无论如何 我是敬畏神的 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来的 每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是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个的提醒 其实亚当就在夏娃的身边 但亚当却没有提醒夏娃该怎么做 亚当没有叫夏娃 你要听从神话语的引导和命令 亚当没有告诉夏娃说 你在实际的需要面前 你要考虑那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亚当没有跟夏娃说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很喜欢 的确也很美 但是感受的背后的代价 是我们要面对死亡 亚当没有提醒 夏娃说 你想追求自主的权利 但没有错 神也给我们自由了 可是问题在于 你有没有从 透过敬畏神的方式 来去获得这个智慧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列出一个 所谓可以直接实践的应用的 list出来给你 去告诉你 你遇到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做 你遇到那件事情 你要怎么做 对你可能觉得有好的应用性 但未必对其他人 是一个很好的应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什么 每个人要抓准神的话 抓准神的话语的原则 然后你抓紧神的话的原则以后 你要怎么做 你就要开始去争战 你就要开始争战 跟什么争战 跟刚刚我们所说的 那几样事情争战 跟你的实际 的情况去争战 跟你的感受去争战 跟你自己的骄傲去争战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问题 是花太少的时间去争战 你太少去争战了 这就是为什么容易堕落失败 为什么容易跌倒 因为你太少争战 你太少花时间去观察了 去观察 每一步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 究竟神喜悦的是什么 太少了 我们基督徒太少做这件事 你也太少去做比较了 因为最快速的就是 马上看到很美 我要我就拿 马上体会到实际的需要 我就选 但是各位那个挣扎 那个争战 没有去做 我们太少 为自己的灵魂 真正的一个需要 去做这些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争战的话 你就不会有机会得到答案的 属令的道路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争战呢 必须得胜 如果争战不得胜 你也是 也是失败的 因为争战 就是神给人的 每一个的考验 的一个的过程 究竟你是被神的话语得胜呢 还是你是被你的感受得胜 你在争战的时候 你要得胜 亚当和夏娃有争战吗 有 亚当和夏娃有争战 这些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你再继续看第三章的 基本上你看到 他们一开始都是在争战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在争战 但是他们在寻思是否可以吃的时候 他们选择的是 我选我自己要的 结果就是 堕入了撒旦的谎言 选择自己的需要 没有拣选神所设立的生命 没有拣选生命 反而拣选了死亡 他们的征战失败了 他们没有忍受得住谎言的诱惑 亚哥说 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救生忍耐 就够了吧 亚哥继续说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你没有成功不用讲 但忍耐也当成功 成功了才能够完全 才能够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照这样说 亚当和夏娃的忍耐成功吗 不成功了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完备的地步 他们的征战失败了 那关键问题在哪里 你看亚哥继续怎么说 他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你看到亚哥说了这句话 他说你们信心经过试炼 是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怎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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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 你现在要求智慧了 如果你们中间缺少智慧了 你不懂怎样成功 你不懂怎样得胜 你不懂怎样选择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应当求那厚赐于人 也不斥责神的人 主就必赐给他 那在亚当和夏娃的试炼里 他们除了已经有神 准确的一个的命令 他们也可以求神 赐给他们智慧 各位我们不要忘记 在伊甸园里面 神和人是同族的 当时候有亚当 有夏娃 有蛇 神在吗 神在 在哪里 无处不在 当亚当和夏娃 面临选择的时候 他们问蛇 多过问神 神障失败的关键在哪里 不在乎你信主 到底有多久 不在乎你究竟 参加过多少的查经班 不在乎究竟 你有没有什么 所谓属灵的权柄 而你要向神求智慧 才是答案 神障得胜的关键在于 向神求 求智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跟神没有建立关系的话 你怎么在关键的时刻向祂求呢 你不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亚当夏娃的情况 我们大概可以明白 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们基督徒常说嘛 问这什么事就向神求 祷告 祷告 如果亚当夏娃那时候会说祷告的话 那就好了 他们没有说祷告 他们问蛇的意见 他们没有向神求智慧 各位如果你喜欢听人的见证 你喜欢那些能够激起你感受的诗歌 你希望传道人可以成为你人生的导师 的话 告诉你可以这么做 不可以这么做的话 那么你就不可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因为你只想跟人建立关系 只想跟人的见证建立关系 只想被那些触动你的诗歌 被他的歌词建立关系 你只想让传道人跟你建立关系 但你却没有来到神面前 跟他建立关系 因为你跟神没有一个关系 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不会求神 你会去问人多一点 你会发现到 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不是说我要交托给神 我要求神帮助我如何去做选择 而是到处去问意见 而是听人的见证 原来这样可以 然后我就用你的方法去过我的人生 但是那是他的见证 那不是你的见证 我们人的问题 基督徒的问题 常常就是因为跟神没有建立关系 一直到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直接地说 我要向神求智慧 所以各位在每一次的讲道 每一次的读经里面 你有抓准神的话语吗 神话语的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都没有 你跟神怎样建立关系 那么当你在面对阵仗的时候 你最终的不是向神求智慧 你是多的是依靠自己 当你遇到阵仗的时候 才来磨刀磨枪 你就来不及了 其实基督徒就是这样跌倒 就是这样失败的 亚当和夏娃也是这样失败的 也许如果他们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他们不可能因为听到 撒旦几句的挑拨离间的话 就可以被绊倒 不可能的 为什么亚当夏娃这么容易被绊倒呢 仅仅是因为撒旦几句的话 就被绊倒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建立关系 当他们选择面对情况 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马上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各位还是要说 我们需要明白神所立下的话语的原则 你需要在分别是非之间去增长 什么是分别是非增长 分别是非不只是说分别是跟分别非 在这两个增长 之前我讲到有讲过 在这两者增长是很容易的 是就是非就非 对就对 错就错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但是最难分辨的是 好和更好 好和更恰当 分别是非 在圣经里面有这个字 但他有一个的意思 是说分别什么是更好的 简选那更美的 的这个意思 什么是下当的 什么是更好的 什么是真的是更好的 我们要增长 要分别是非 因为我们人不是电脑程序 不是说你输入一个指令进电脑 电脑就好像电脑这样 马上跟你做出一个反应 人不是这样 人在做每一个的决定时 都有一个相对的自由 人可以自由地做决定 正因为人有自由 所以人就要增长 你没有自由 不需要做增长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没有自由 是不必做增长的 如果你玩CHATGPT 你就知道 其实CHATGPT 相对来讲 有自由 但也没有自由的 因为他所有的数据 都是根据人 他自己在网络上学习的数据 所以其实你一旦问一个问题 你看到他是这样 的出来 其实在背后 他已经有一个完全的答案 只是他用这个方式 让你觉得 他好像会思考 好像会思考 慢慢再跟我解释 其实不是的 已经有答案了 但我们人不是这样 人因为有自由 所以人要增长 在这个增长里面选择 因为你有自由 所以你可以选 我要怎样 哪个是更好的 哪个是更恰当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求神 给我们智慧 狡猾的撒旦 是一直在人的心中 撒这个谎言的宗旨 从起初到现在 都是这样 撒旦都一直 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人一旦受到了诱惑 因着一时的好奇和怀疑 就容易拣选自己的道路 选择自己的方式 结果换来的是一个 悲惨的后果 才会知道 原来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值得 各位你对于人生中 各样的选择 有全辈的思考吗 你对于人生中 各样的选择 有全辈的思考吗 你真的确定 你在每一次的选择 你真的确定 你每一次的选择的代价 是值得的吗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就比如说 究竟你要在一间 万事都符合你想法的教会 还是在一间 更符合神心意的教会 虽然你在那里也得救的 但你的想法是什么 纵然你需要付上代价 或者要忍耐一些 甚至不在你计划范围内的事 你会如何去做选择 或者你要在一间 相对更正直的工作场所上工作 还是你要在一间 充满诱惑 隐诱或随时会引诱你 进入试探犯罪的工厂做工 即使那里 可以让你发挥你的才华 但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今天也可以选择 天生天养你的孩子 只要他们过得开心就好 也没有犯罪的对吗 你也不对他们进行鞭策和管教 也没有犯罪的 也没有犯罪的 这是你养育孩子的方式 或者你今天选择付上代价 去建立和造就他们 更认识主 即使最后辛苦是你自己 你怎么做选择 我不想辛苦 所以我不要这样做 是这样子吗 你拣选的是生命的道路吗 你拣选的是真的 对你的灵魂有益处的道路吗 做这些决定 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去挣扎 今天神还在呼吁我们 拣选生命的道路 神还在呼吁我们 拣选生命的道路 你所选择的是否会让你 越来越远离那丰盛的生命呢 那你所选择的是否会给你 带来更枯竭的生命呢 你所选择的是否可以让你在 在末后的时候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更坦然见主呢 还是你让 还是你所选择的 会让你面对主的时候更加惭愧呢 那我曾经在槟城读书 当时候我在以前的一张 一间新三的教会聚会 但是我后来在槟城读书 但是那个的教会就说 他们认为他们要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伴 也同样被拍到槟城读书 要我们在他们的体系下去聚会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教会 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 所以当我去到槟城求学的时候 在那几年的时间我就用一个连线的方式来聚会 那时候是Skype的时代 没有Zoom的 那时候的连线还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 但是有很多的好处 跟现在你用Zoom来聚会的好处是一样的 不用穿那么得体的 也不必烦恼出门的问题 但是代价是什么 灵命是越来越苦截 所以我在我们这Covid-19疫情前的十多年前 我已经在用网络聚会了 我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很清楚这样的方式聚会 会带给你的问题和亏损是什么 所以我很不建议人用网络来聚会 甚至我在马上休学的时候 因为在Covid我也是网络来上课 那个问题还是一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应该在槟城找一间 合适的教会来聚会 直到我毕业为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来没有发现到自己 因为长期用这种的方式聚会 让我的灵命越来越枯竭 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最后我软弱了 最后也犯罪了 那我不能怪罪于谁 不能怪 因为当时我没有受到 稳固的圣经的教导 我没有受到扎实的圣经的教导 导致我里面没有神话语的原则 来帮助我 因为你读圣经不可能读讲 你要线上聚会或者是实体聚会的 原则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没有一颗能够帮助我查看到问题的眼光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有智慧的判断和选择 后来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来求问和祷告神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 你自己都察觉不到 结果我的灵命受到很大的亏损 跟神的关系是更不好的 那可笑的是什么 可笑的是 当时候我以为我的灵命还很稳定 稳心在高处 还是一个很和神心意的人 这是可笑的事 但可怕的是什么 我在最终却察觉不到自己在最终 所以各位 今天 如果我还可以做选择的话 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聚会的 因为真的不能使我被造就 其实回想当初 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真实的教会生活 要让自己被显在光明当中 需要在有信徒的一个场景里面 彼此督折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有拣选生命吗 我没有拣选生命 我远离了生命 其实我正奔向死亡的生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灵命 我的灵里面的活力 是渐渐走在死亡的道路上 我自己不知觉的 所以各位在你的人生里面 可能现在 可能从前 也可能未来 当你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 你要警觉 不要像我那么的糊涂 你要警觉 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栏杆 在你还没有跨过去之前 你要警觉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讲 神的道是非常的重要 我从前的那个教会 没有很好的教导神的话语 没有扎实地教导 也没有列出原则 所以当我要犯罪的时候 我没有这些话语拉住我 我就犯罪了 我就跨过这个栏杆 卷选了死亡的道路 各位究竟哪一条路 才能够将生命指示你呢 究竟哪一条路 才能够使你不至于 接近死亡和危险呢 你要思考 你要思考 今天我们有扎实地讲道 我们有扎实地真理 我们有神话语的原则 我们不断地做教导 如果你耳朵发痒 你可以离开 那天我们在小组的时候 我们有讨论到这个事情 插经的时候 我告诉插经的学员们 我说如果你们有一天 听到流传到 讲道 不根据圣经的话 我讲 欢迎你们离开 因为你们离开 是给我一个的读者 欢迎你们离开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 这个教会没有办法 满足你一些实际的需要 感受的需要 你选择离开的话 各位 如果你去了一间 不讲真道的教会 你要小心 不要像我那时候在槟城一样 你的灵命走在死亡的道路 你的灵命走在枯竭的道路 自己却不自觉 这是危险的 我以我的经历 以我的经历来 劝勉你们 这是我真实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要思考 每一个的选择背后 都牵涉到 一个的结果 和一个的代价 每一个选择背后 你要去思考 你究竟要如何做选择 做决定 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神是否 祂的话语有乐住你 所以求主 借着这篇信息 给我们一个提醒 和给我们一个鼓励 让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你的话语 向我们显明 我们也感谢你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 也的确的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许多你的话语 你的律法 你的心意 你的原则 你督促我们 你要我们 拣选生命 主 当很多时候 我们却按照自己 所谓实际的需要 按照我们感受的需要 我们去选择 那些满足我们自己的 却不满足你心意 主 虽然 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往往不是是与非 而是好或更好 主 往往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是这个适适而非 主 我们求你赐我们智慧 叫我们晓得 去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可能很多人 正在这个的十字路口上 可能很多人 正在决定某些的事情 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诱惑 但求你的话语 在他们的心里面 给他们一个稳固的根基 主 求你保守我们 教导我们拣选生命 使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叫我们在面对 每一次的试验的时候 主 我们向你求 因为你是那不斥责人的神 你也是那愿意后斥智慧给我们的神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 接下来的道路中 在每一次的试验中 愿我们一步一步地查验 你的心意如何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